大家好,我是駐守張高澳警區的馬詠培督察 在較早時間,我們警方和政府非人服務隊 在一個陸空的聯合巡邏途中 我們發現了一個懷疑的非法入境者的床立處 我們現在上山進行搜證 我們身處在清水灣郊野公園的一部份 在我們面前看到的這條山路 早前我們相信進入非法入境者的匿床處 我們現在走進去 這裏有很多食物檀渣,相信在這裏煮食 這裏是張高澳警區的清水灣郊野公園的一部份 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 距離最近的行山徑都有超過500米的範圍 是一個人跡刊置的地方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一個是非法入境者的床立處 我們在面前就已經是有一些煮食工具 再向前一點,我們都看到這裏有大量的生活垃圾 這個位置相信是匪徒在這裏處理 非法撼發回來的陳香木的時候 一個加工的地方 而這些木就經過我們漁護處的同事的鑑證之後 都證明了這是一個陳香木 是香港一個十分珍貴的稀有的資源 我們繼續向前走 除了剛剛的一些生活垃圾 亦都會見到這裏是有一些大量的工具 以及一些武器 這個就是匪徒,相信是他平時休息的地方 看到他這裏亦都有一些相關的公事 都證明了這個是一個十分之有經驗的冠匪 然後他在這裏已經匿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在前面也看到一些屬於匪徒的日常衣物 發現了有相當大量的陳香木 相信匪徒在這裏將非法撼發的陳香木 採摘完之後就會拿去其他地方變賣 試試試看